主題變得漂亮 那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是黑白的跟彩色的 結果一定是不同的 而且哪一種色系 人家喜歡什麼 如果女生的APP 你就弄一個粉色系 男生的話 也許你就用一個陽剛一點的色系 不一樣的色系 感覺一定是不同的 而且我發現 好像真的APP要成... 像網站好了 你要美工做對了就對一半 美工做錯了 再好的功能也沒用 人家還是會嫌棄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 第一個一定要先 Google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 JQuery Mobile的關鍵字 我剛剛提到的 那這個JQuery Mobile的關鍵字 你就直接 就是JQuery Mobile 應該知道這幾個字吧 然後跳進來之後的話 找到這個網站 裡面的這個 這個... 沒有切 來看一下 因為時間可能有點趕 所以我看 第一個 JQuery Mobile應該知道位置吧 還有它有很多什麼 download 你也可以去download最新版的 它也有一些什麼 API的Document 最新的一些說明文件 通通在這裡 所有的東西很清楚 但是很花時間是真的 而且是全部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要K的話 請K這裡 保證是原文的 一手資料就在這裡 那我如果要找答案 我就到這邊找而已 你說去翻書 還不如翻這個 但是它有個缺點 真的還不好K 要看很久 還不知道看到重點在哪裡 試半天 其實我有時候 跟你們講兩句話 可能我試了兩天 OK 才給你兩句 像這個也是我試了很久 最後的心得告訴你 不然之前也有做半天 奇怪鬼打牆 怎麼都做不出來 原來 小細節 注意一下 OK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點擊這邊 它會跳這個 它就是幫你做的 你就get了 OK 第二個ABCD 你可以再add 再add 一直add 總共有26個 那我們其實做兩個 三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所以我們在demo兩三個給各位看 A有沒有看到 你就隨便脫個顏色 拖拉下來放開 有沒有看到 拖拉下來看你要哪個地方 有沒有 那你要怎麼搭配 你自己去決定 我是覺得 而且這每一個有沒有 這邊都有顏色嘛 你還可以怎麼樣 再去更改這裡面的色系 每一個每一個都可以再去更改 所以可以更改很多啦 還有page可以改 哇 再改不完 沒有每一個每一個都會改 好那假如我們就簡單的 先跟各位講怎麼做 至於你們有興趣的自己要去更改裡面的色系的話 這個太 這個我想這個很花時間的 你自己再去調顏色 這邊有這麼多嘛 每一個你自己再去調 好假如說我調了兩個 做完了 不過還是真的蠻醜的 ok 需要花時間的 重點不在這裡 一先把它調顏色 二 在你下載之前 注意這裡 我剛剛講過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最新版的 所以 因為我們尊重裡面提供的是最舊版 所以請你點擊這邊 選最舊版 1.0.1 一定要選這一個 ok 如果你選錯的話 所有事情都要重來了 因為它完全不會work 好 不過好像還要 最好先選這個 再來一條 把它又跑掉了 ok 反正就是意思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自己拉一個顏色 至於拉什麼顏色 自己看舒服就好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很難調 我不知道還是可能沒有美工細胞 好 這兩個 假設這樣子 一 記得先調這個 二 去選上面的顏色 拖拉進來 一個 應該 ABC應該知道吧 那個DataSync那個地方 三 把它怎麼樣 download下來 四 輸入我們的那個 隨便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給它一個106APP 這樣子 當你以後名稱不同的話 你就自己再去改 download好了 download下來之後 它會幫你打包 不過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只需要一個檔案 特別注意 把它按右鍵 解壓縮 解出來之後的話 裡面在Sync 這個不用了 裡面的話 只需要這個 什麼什麼的 有沒有 點 MIN 應該是Mobile 點CSS 就這個檔 把這個檔怎麼樣 請你 拖拉到 你的 這個 或者複製貼過來 貼過來 貼過來 因為我剛剛有做了一個 我把這個先 砍掉好了 把這個先關一下 這個先 假設我重來一下 那怎麼複製 反正你就複製貼上也可以 或者是說 你可以 幾個方法 Ctrl C Ctrl V 或者我習慣這樣 拖拉過來 你要放對地方 放到這塊 摩擦放開 這邊就過來 可以拖拉拉 或者Ctrl C Ctrl V 反正就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 請你把這邊 點一下 複製 或者不用複製了 直接乾脆在這邊打 特別注意 修改哪一行程式 記住 1 2 大概第六行 請記住 你就是找一下 乾脆切到那個程式碼 JQuery Mobile的第一行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個 什麼 點 min.cs 請你把這個前面的這個 改成什麼 106 app 其實 這個地方 這個 這幾個字有沒有 指的就是 我們的那個sync 如果你那個sync 改掉了 它的abc 就不一樣了 OK 應該知道吧 特別是關鍵點在這裡 你不要改錯 改錯 改錯就不會walk 改對了 馬上可以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改完之後呢 重新整理 好 那切回到分割 這個時候呢 沒有walk的 即時再切掉 如果 你做沒有錯 那恭喜你 按下去 馬上看到 有沒有看到 顏色 馬上 有沒有不一樣 綠色的 剛好符合我們 這一次的主題 綠島 對不對 底下黃色的 然後點擊進去 有沒有 哇賽 感覺應該是完全 應該差很多吧 整個 你的價值就不同了 對不對 不過前提還好 你看我隨便拉一拉 顏色 我也沒有刻意拉什麼 你看馬上 這個顏色呢 就出來了 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改別的顏色 很簡單 其實在那個旁邊這邊標籤 你就再把它改成 DataSync 它預設是A 那你可以再去改 改成B B的話呢 那就會是第二個 這邊改 Page 你可以看這邊 Page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DataSync 這個 改成B看看 因為我剛剛有兩個 我做兩個 那你再及時看看 怎麼還是這個 還是因為我放的顏色太接近 還是怎麼樣 反正有A 有B 有C 有D 反正你如果有幾個 它就會有切幾個布景主題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你再把它傳上去 上個禮拜一樣 傳上去 下載到你手機裡面 看到的就是漂亮的 不一樣的布景主題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向前跨進一步了 所以今天主題就是 第一個 NetBar在下面 第二個 那個夜守 有個Home跟下一頁 另外就是布景主題 其他如果上傳 你自己這樣玩 跟上禮拜一樣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的話 有些效果的話 我想應該就會 越來越明顯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跟那個 最主要就是說 那個開發的時程會快很多 然後看起來 我想應該也會比較不一樣 那再來下個禮拜 後面還有那個 Google Map 那同學有提到就是 如何在你的手機端 存一些資料 那當然它有提供幾個 比如說就是 Local Storage 就是它可以 存在那個Local端 有一些簡單的資料 或者是說你大量資料 它有一個叫Web Sequel Web Sequel它跟那個 Sequel Lite 其實基本上是類似的東西 我發現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的副檔名 存下來也是.db 而且用那個 Sequel Lite Express 開的那個程式去開 開起來也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概念 是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下個禮拜再來看 那後面再來延伸就是 有關那個PHE My Sequel OK 不過時間好像蠻趕的 就是沒有太多時間 那再來就是請各位 構思一下 再做一個簡單的App 反正Demo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到這裡